嗨,我们英语讯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唱一句目前的位置呢 在我们台东市的219景观货柜 这个地方呢,大家透过现场的画面来看 离台东市火车站,开车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来到这个地方呢,哇,我们呢 不只可以吃非常丰盛的餐点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可以看到这美丽的台东市的夜银 当然呢,这样美丽的地方呢,我们的老板就很重要了 我们今天呢,这个英语讯报就是呢 来访问一下老板,老板您好,哇,尊姓大名呢 我姓曾,我姓曾 我们的曾老板,跟我们英语讯报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 219景观货柜开多久了? 呃,是去年的2月19开幕的 目前一年,快一年半了 是,2018年吗? 2月19才开了,所以叫219 哇,为什么? 3322,邀喝吃饭,感情长长久久 那是一个纪念我生日的一个餐厅 哇,好棒喔 那我们知道219的话,其实呢 有很大的特色,就是用这个货柜 来,我们画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货柜 这个当时是怎么构想 哦,会用货柜 这样子来就组合呢 其实在2,3年前那时候货柜刚刚兴起 那因为台东没有这样子风格的一个东西 嗯啊 所以就出了一个这样的概念 慢慢就去想,想出来就这样 哦 其实只是出于一个台中一个咖啡厅 它四个货柜搭建设,声音特别好 那时候台湾,连信誉区都还没有货柜市集 所以就跟着这个步调走 对 而且我们这样看到货柜呢 其实每一间它都有冷气 对 哇 所以来这边呢,非常的舒服 每一个货柜的颜色不一样 那室内都有冷气 然后里面的灯具呢,也都不一样 感受是不一样的 哇 所以谭夏老师目前呢,在现场就觉得 这样看起来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就对了 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谈一下 219呢,我们平时营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营业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凌晨1点 然后用餐时间,正餐时间5到7点有风味餐 当然再晚也可以 只是到很晚了,你不需要消费太高 也有宵夜,水饺啊,炒面啊,炸物啊,这些都有 哇 所以说,谭夏老师呢,今天透过我们英语书文报 热情的把219景光货柜推荐给大家 来的时候就找我们的老板,好不好 哇,谢谢咯 那我们英语书文报,下次见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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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